今天就介紹好了 我剛才也是講講了三個關鍵字 第一個關鍵字文學 我是台中人 我在台北生活了六七年 演出所唸的是台灣文學 我在學院受到了所謂的 學術跟藝術的訓練這麼多年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會在思考的是 個人跟社會怎麼樣去拉近它的距離 還有就是說 很多純粹理論的東西 它能夠回到生活當中 它可能很抽象 但同時它可能身體也感覺到 它可以很嚴肅 但它可以同時也是很美 很感動的一個問題 那東西是什麼呢 我找到東西是食物 飲食 所以第二個關鍵字飲食 我在這個過程 我非常喜歡閱讀飲食散文 透過這些作家們 他們書寫飲食當中 去發現了很多關於 城市的記憶 關於一些文化的軌跡 我發現 影池這件事情 它包含涵涵涵非常非常的廣 它從感官味覺的 到文化、歷史的 到風土條件的 到生態、環境意識的 一直到化學、烹飪 甚至是藝術、美學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 價值選擇 它其實從個人到社會 從生活到整個環境 所以第三個關鍵字 要請 從去年八月開始 我開始做一件事情 就是幫我的家鄉台中 做書寫 從飲食這個主題 這個主軸 去做寫作的部分 從載文的方式 就是這樣 好 就是我要分享的這個 細胃台中 一座城市的食物 它其實反映了 當下的飲食性格 譬如說 台中 它到底什麼樣子 在這裡生活 它的特色是什麼 說到台南 我想要小吃 說到台北 我想要大江南北的料理 夜市 各式各樣包羅萬象 台中呢 它的特色是什麼 可能是創新 可能是太陽餅 還有呢 它也反映了 過去複雜的歷史進程 我們從南村開始 是漢語的文化開始 日本人來了 他把重心放到了 台中的中區 就是火車站這一帶 後來美軍又來了 留下一些軌跡 等等之類的 其實我們的歷史非常複雜 每一次的時代背景的更替 都會我們的飲食 留下了一點軌跡 它也反映了生活文化 食物、飲食 其實是比我們生活最近 三餐都要吃 而且吃東西很快樂 再來創新發展 我們有這樣子傳統 那可能有人 在這個時代的過程當中 某些東西失落了 但是也有可能 有人就有這樣的基礎 去做一些創新的發展 台中的一大特色 不就是創新發展嗎 那我因為做的 我學的是文學 所以我選擇用文學的方式 去書寫一座城市的隱形 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我從食物看見了台中的時光記憶 譬如說大麵羹 它現在是舊城非常有趣的小吃 但它其實 源自於台中的農村 譬如說麻藝 這是台中非常特色的東西 它其實就是先人當中 去種一個黃麻 金的部分當麻繩 邊麻藝邊麻袋 葉子不知道什麼用 就把它剪下來 抵去苦水 變成一碗湯 涼涼的夏天農夫 辛苦流汗 就喝一碗 加一碗 這東西其實都是 裡面存在 你可以從這些食物當中 看到 關於台中這個聲勢 人們在這裡生活 的一個軌跡 透過飲食 我們也看見了 台中的發展歷程 剛提到的 日本人來了 在這裡 在台中的中區 留下了很多 關於建築 關於街道的一些場景 他也在飲食的部分 留下一些軌跡 美軍來了 留下了 譬如說 兩層次的那種 就是宿舍的洋房 連同這種 日本的這種 有庭園系的建築 後來就發展出了 台中的一個特色 叫做庭園咖啡 這樣子的歷程 其實都是由它的根基 你可以循限去找到它們 再來 從飲食 我們也看到了 台中的生活特色 我覺得台中就是 我有發現的地方就是說 台中人非常喜歡喝茶 台中人的步調很慢 台中有一種悠閒 閒散的調性 還有台中非常喜歡吃 複合式的餐飲 從主題式的那種 大型的咖啡館 到茶葉館 我們發現 你可以喝一杯茶 配一杯咖啡 你可以吃到一個簡餐 火鍋 台股麵 泡菜火鍋 奇怪 明明叫咖啡館 怎麼賣幾隻東西來 一點都不違和 這是台中的一個特色 還有神功就是很大 賣東西一定要量販 吃的都 吃一定要複合式 我記得是台中的一個生活特色 那它怎麼來的 這個特色怎麼產生的 從巡線 你可以去追到它的倍率 好 好 剛剛講到麻利 它其實 它的製作過程其實非常豐富 它反映了就是 台中母親們 母性他們那種勤儉實在的性格 葉子要摘下來 要一直戳 一直戳 一直戳 還要跟 就是小魚乾啊 或者是地瓜 一直熬一直熬 它其實過程非常反覆 可是就是每一個老台中人 記憶當中最好的滋味 大麵羹 加這個鹼的麵 一煮它就胖起來了 那你吃醜肉 以前就是所謂的 就是 羹做的飯 就是送到田裡去給農夫吃的 那種小點心 大麵羹是吃肉 麻衣是吃糧 再來 這個是蜜豆冰 日治七夕 流行在車上一帶 他參考的就是所謂的 日本的四國冰 去發明的一種 這樣子的剉冰 淋上香蕉油 在那個 沒有泡沫紅茶 沒有咖啡館 沒有冰果室 什麼甜點都沒有吃蛋 一枝不鏽 所以呢 電影散場 軍人放假 學生下課 全部都只在冰果室 吃肉沒有油 這是台中共同的集體經驗 泡沫紅茶 就發生在台中 第一家以茶館式的方式 就是楊縣 也就是現在的春水堂 在福厚金那邊 他其實以文人茶的概念 去放到學隔壁裡面 冰鎮 就成了現在流行的 泡沫紅茶 當然後來還有所謂的 珍珠奶茶的發明 那從這樣的一家茶館 延伸出來是整個80年代 非常豐富頂盛的 泡沫紅茶館的文化 那時候還流行飆車 整個文青路 雙石路 都在飆 大家 下班之後的休閒活動是什麼呢 就是走到雙石路去 看大家飆車 所以呢 人多的地方 攤販出了聚集 泡沫紅茶葉 就因此有興盛 所以你今天走一趟雙石路 你還可以看到一排的 什麼品氣啦 對啦 之類的 有人飆車 就要有人看飆車 看飆車就要喝茶 喝茶不夠還要吃茶點 吃茶點吃不飽 所以就開始賣餐 複合式的餐飲 就從這裡來了 所以我們後來發現 台中人地大嘛 租金便宜嘛 所以呢 從茶館 從小茶館 又發展成茶藝館 還有我們後來非常 大家熟悉的所謂的 耕獨樂 不但是茶藝館 還要在茶館裡面 打造江南平原 這是只有台中 才看得到的 大班的東西 對 那從咖啡 茶藝館 發展出來的複合式餐飲 你可以發現 台中就自然而然 培養出了一種 閒散的調性 他走進一個地方 他也不專注在食物 他也不專注在茶 他既要看裝潢 又要享受舒服的調性 又要能夠吃個餐 然後還有複餐飲料 這就是台中鮮散的 複合式餐飲 這樣的特色 從這些地方來的 咖啡 對不起 你幫我上路嗎 曼巴咖啡 大家也許喝過 又濃又黑 台中的華代咖啡 發展出來的 那時候的咖啡館裡面 做的都是 銀行的行員 政府機關 下班人 他們在這裡談生意 桌上除了擺咖啡之外 還擺一台傳真機 很多的生意 很多的股票 都是在咖啡館裡面 談成的 像這樣子的 充滿歷史 時光季的場景 就是延續到了今天 我們可以看到 後來因為咖啡很昂貴 它是一個很貴的東西 所以又開始賣餐 發展出了咖啡檢餐子的事情 所以其實從書寫文字 書寫飲食這件事情 它面對有知的放蟲 就是所謂知識 文化歷史的部分 你必須要去做功課 必須要去詢問 有其的容物 我個人的生活經驗 還有集體的 大家共同的生活經驗 那些東西會有共鳴 會有情感 所以你可以看到 過去到現在的變化歷史 你可以看到時代變化 跟族群 外省的族群 日本的族群 美軍等等之類的 影響的飲食軌跡 你可以發現不同 飲食文化的省存 日本料理 到底它的功利性在哪裡 還有它的價值在哪裡 最後你發現了個人 跟集體的生活基 還有裡面的生活情緒 這是飲食文學 它很算的東西 關於未來 我有一個想像 就是 我寫了一本書 但台中的飲食 我只有一本書就寫完 所以我邀請大家 跟我一樣有心的人 可以繼續做一個所謂地方書寫 以飲食為主題 去書寫 去閱讀 去想像 去認同 好 因為我時間到了 所以一下就開放去 那些 也可以針對下面還沒講到 我地方去問 我怎麼說 我寫了 我來講 我來講 我去問你 這個地方 你不想一講 我來講 你不想這樣 你不想這樣